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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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之战大劫 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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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要班师回宫了 战报 战报 大王要班师回宫了 战报 战报 大王要班师回宫了 拜见大王 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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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人出征三年 宫中 全靠你来打理 你也辛苦了 大王 这都是臣妾份内的事 臣妾经说 大王收复越国 转战齐国 大小之战数十次 三次受伤 心如火焚 沙长刀剑无情 受点伤习送小事 一晃三年 寡人见自己的孩儿 都长大了不少啊 可不是 大王不在的时候 宫里的大事小情 全由太子定夺 经过这次历练 昭阳和屈子 都说太子脱胎换骨 可以独当一面了 欲不拙不成器 记得寡人出征时 月美人刚好有孕 相氏则给寡人生了个公子 两个孩儿现在如何 月美人生了一个公主 孩子已经两岁多了 孩子生得乖巧可爱 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 举姬写芈戎 向大王请安 快快 起来 荣儿 过来 到父王这儿来 来啊 快快快快过去 让父王好好看看 像寡人 也像他的母亲 孩儿的母亲相氏呢 大王 您出征不久 相氏便得了恶疾 被臣妾送出宫去碧疾 没想到在宫外医治无效 不久就故去了 家人薄命 相氏可惜了 大王 龙体要紧哪 我 和人啊 是月儿 何人啊 我 来 让父王好好看看 几年功夫 月儿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可惜你娘亲已经过世了 禀报父王 我娘亲还在世 什么 月儿娘亲没有死 月儿 你怎么知道 你娘亲还在世 月儿前不久还见过娘亲 娘亲住在一个小屋子里 陪和人打 当真 此事你禀报过王后吗 没有 你放心 寡人定将此事 查个水落石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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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